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一位有关负责人 今天说 朝鲜当地时间10号晚上7点46分许 向北方界线海上发射了海岸炮 对此韩国军方进行了回射 韩国沿平岛居民说 朝鲜方面再发射三枚海岸炮 报道称 韩国军方正密切关注朝军的动向 做好应对态势 目前朝方没有特殊动向 韩军方发言人表示 应对射击后 韩方马上通过广播要求沿平岛居民疏散 经证实韩军和当地居民均未受损失 韩联社称 朝方最近在进行射击训练 但没有通知韩方 韩军方正在了解今天的事件 是有目的的射击还是误设 就是误论了解决方正在了解决方的 谢谢大家